你是 阿诚 我来了 家兴 你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了 怎么样 这么久没见 是不是想我了 冰玉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从小玩到大的好哥们 咱们结婚的时候他在国外没回来 家兴 这是你嫂子冰玉 阿姨呢 我妈在厨房做饭了 妈 快让谁来了 家兴来了 好久不见 阿姨想死你了 阿姨 怎么是您在做饭呢 嫂子都不帮忙吗 冰玉她不会做饭 没事 我都做好了 快坐下一起吃饭吧 哎 哎 阿虫 这不是我出国前送你的那块手表吗 现在还戴着呀 这么多年 都没有人给你换一块新的吗 习惯了 习惯了 过两天不是你快生日了吗 我在网上再给你买块新的吧 不吃鸡蛋是阿诚之前的习惯 自从认识冰玉以后 阿诚就不挑食了 还有那块表 给我摘的 阿姨 你怎么这样呀 以前不是最喜欢我了吗 之前我是把你当自家闺女看 但现在阿诚已经结婚了 我也只认冰玉这一个儿媳妇 如果你的存在 让我儿媳妇感到不开心的话 我只能说很抱歉 请你以后和她保持距离 吃饭 哥 妈 哎 小妹来了 什么叫来了 我正在回家 妈 哥 我要跟叶涛离婚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叶涛又不是个人 她说都不说一声 就把她妈从乡下接过来 那老太太身上又酸又臭的 腿脚还不好使 看着就来气 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那你来这干嘛呀 她要是不把她妈送走 我就要跟她离婚 怎么说话呢你 雪莹啊 你做得对 你太会做人了 你婆婆她就是活该 她当初就不应该累死累活地 给你带俩孩子 现在呢 孩子会跑了 太累倒了 老了不中用了 还被你们嫌弃了 阿诚 你别说了 我说错了吗 你哥说的对 妈 你们什么意思呀 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拐呢 嫂子 我要喝水 好 我去给你倒啊 你别生气 你没张手没张脚嘛 我告诉你 我这是帮礼不帮亲 将来有一天 你嫂子和你一样 嫌弃咱妈 你说怎么办 要真有这么一天 哥 你必须得跟她离 你 你以为你嫂子跟你一样啊 你都已经是俩孩子的妈了 别动不动就离婚 要是燕涛不要你 我看你咋办 妈 你不用担心 就算借她几个打 她都不敢跟我离 来 雪莹 喝水 这么烫怎么喝呀 我要喝凉的 就这么喝 灌着你毛病 雪莹 燕涛对你是言听计从 我和你哥 你嫂子都是看在眼里的 但你不要拿人家对你的爱 当成事意妄为的筹码呀 你伤害的是她的母亲 一生最大的恩亲 你现在这样对你婆婆 你就不怕你婆婆的现在 就是你的将来嘛 如果她哪一天忍不住了 你会后悔的 我 你眉心自问一下 这几年你婆婆对你不好吗 雪莹 妈 我知道错了 你错哪了 我不应该不跟你雪莹商量 就把我妈接回了 但是 但是我没办法呀 我刚把我妈送走 我就过来接雪莹了 你还真是错了 大错特错 我真知道错了 妈 你错就错在 你天天灌着她 宠着她 错就错在 你凡事都依着她 顺着她 才灌着她一身的臭毛病 你现在就把你妈接回来 我 放心吧 我们一会儿就把雪莹送回去了 妈 妈 你要是不认错 就别管我叫妈了 妈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就要燕涛 去把我婆婆接回来 亡羊补牢 现在还不晚 父母就是孩子的榜样 你在做他在学 你尽孝 将来才能被孝顺 对 把婆婆当亲妈 不是致富 就是发家 妈 你有朋友来了 我也没说有朋友要来啊 还愣着干嘛 哪走呀 王姐 这是我 哎哟大妹子 这一年不见 你还是这么年轻啊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我闺女最近找工作 说看到一家公司 挺不错的 老板叫李诚 我一听啊 这不是你们老板叫李诚 老李家的儿子吗 阿诚现在真是出息了 都当大老板了 母平子贵 你这当妈的 那可真是想了儿子的福了 想啥福啊 操他的心还差不多 哎对了 你们家阿诚这么优秀 成家了没 我家闺女啊 给阿诚是一年的 还担着呢 不行 你看 阿诚已经结婚了 哦这样啊 哎那怎么没见娘儿媳妇呢 刚才在门口帮你拿鞋的 那个就是 啊 那是你儿媳妇了 你不说 我还以为你家请了阿姨呢 一看就是农村来的 你们家阿诚高学历 又是大老板 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啊 骗找个土老帽 哎呀 我们家家兴啊 那可是研究生 一米七的个头 那比她可漂亮多了 只要你们家阿诚愿意啊 那咱们给她 越说越离谱了 王姐 我回来了 哎 王爷 你也在哪 老公回来了 阿诚真是越来越帅啊 只可惜啊 这身边跟了个这样的人 掉档次 王姐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咱也算是十几年的老乡时了 之前阿诚打工的时候 你是路过我们家门口 都不会进去桥上一眼的人 怎么 现在知道阿诚开公司了 想来攀亲家了 不好意思 我再重复一遍 阿诚已经结婚了 你女儿再优秀 也与我无关 我不会 也不可能同意 和一个捧高踩低 去言富士的人做亲家 要是没什么事啊 你还是请回吧 妈 这房一毕竟是您的朋友 您这样是不是不太合适呀 什么朋友 谁要是不把您放在眼里 那就不是我的朋友 刚才我们的谈话 估计你在厨房也都听到了 以前家里穷 什么亲近朋友啊 都离我们远远的 现在阿诚出戏了 当老板了 又一个个往上贴 大家都说我好福气 说我脱了儿子的福 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 他也天天在外边忙 不着家 我这所有的衣食起居 吃喝拉撒 都是你在照顾我 我这哪是脱了儿子的福啊 妈是脱了你的福 阿诚做的最对的一件事 就是娶了你 这个家没了谁 也不能没有你 妈在的给你打包票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这辈子 只认你这一个儿媳妇 我不会 不过